有用過的這邊是緊緊的 對 所以我真的會建議大家 尤其有一個抗老化的專利 抗老化裡面是有惡劣酵母跟六生鈦 東西叫小中瓶還有小黑瓶 就這兩個很有名 因為它們就是怎麼可以修復DNA 它們的最主要成分就是惡劣酵母 看到有油它會覺得說 插上去一定很油 可是你會發現你稍微按摩一下之後 它其實就吸收了 它的質感也好好聞 它有來頭 因為今年九月的那個柏林時裝週 它是指定品牌 就那些超模在化妝前 都會先用這罐打底 上面是精華油 底下是精華液 精華液 所以沒錯 你剛剛講到重點 使用之前你要 對 化妝品換點水 然後用這個 對 然後基本上大概用 兩到三下的用量就好 老師你可以吃吃看 它上面是油 底下是水 它的比例是1比3 叫做益油三水 益油三水是為什麼的 它其實是利用一個叫仿生學 因為我們天然的皮脂 就是我們天然的皮膚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有的人看到有油 他會覺得說 擦上去一定很油 可能你會發現 你稍微按摩一下之後 它其實就吸收了 對 它的質感也好好聞 對 這個味道是 橙花的味道 好舒服的味道 對 而且是來自法國的 那個有機橙花 難怪 橙花有一個稱號叫做 貴附金油 好舒服 因為它非常的貴 再來它其實裡面有兩個專利 就是抗老的專利 跟抗糖的專利 抗糖是什麼 抗糖 我先講抗糖 抗糖就是這兩年 大家不是在講糖化嗎 對 就是你吃太多糖分 你會老化 因為我們常把膠原蛋白 比喻成糖黃床裡面的那個糖黃 對 就是糖黃生鏽 糖黃生鏽後不是會先變黃嗎 對 再來就斷掉了 對 所以糖 對 所以糖化的第一個反應是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越來越黃 然後再來就是皮膚會開始鬆弛 然後長皺紋 對 所以我們就是 這一罐就是可以幫你抗糖化 然後抗糖化裡面要包括有像 金氨酸 基鈦跟膠原蛋白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糖化是不可逆轉的 糖化你只能預防跟阻斷它 所以我剛剛講的 金氨酸跟基鈦 它還是可以阻斷跟預防它 然後另外我們剛剛還有講 它有一個抗老化的專利 抗老化裡面是有 惡劣酵母跟六生鈦 還有海灰香 惡劣酵母是什麼 我先跟大家解釋 大家都知道 現在美容市場上 有一個東西叫小中瓶還有小黑瓶 對 就這兩個很有名 因為它們就是 怎麼可以修復DNA 對 它們的最主要成分就是惡劣酵母 因為我皮膚真的很乾淨 應該 一下都吃光了 對 我剛剛還特別幫它補了第二下 我們用油會一直浮在上面 好像吸收不進去 而且它吸收完之後 不會像是擦了油的感覺 不是那種油膩感 對 它完全沒有油膩感 超適合現在的季節 好特別喔 真的是沒有油膩感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 現在叫做輕油保養 就是輕重的輕 輕油保養 然後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成分之外 它當然還是有一些什麼 魚子醬 菇鳥酸 一些還滿好的營養成分 就在那麼小小的一罐裡面 有緊的耶 對 其實有用過的這邊是緊緊的耶 對 所以我真的會建議大家 尤其在現在因為要換季 或者是秋冬季節的時候 其實包括夏天你都可以用 高CP值又精準的保養品 才是小資女必備單品 腦部帶弱 臉蛋搖美美的